真行啊 这嘴皮子比我们主持人都溜 简直就是在嘴上装了一个电动小马达呀 可是这快嘴归快嘴 他怎么就能被陆川看上 被挑选去演电影了呢 话说赵美容今年三十多岁了 在他的村里啊 跟他同岁的基本上都结婚生死了 但是他却一直还担着呢 因为呢 他不是在外边打工 就是在村里干农活 忙的是团团转 基本上没有什么时间去相亲 所以见见那些喜欢牵线搭桥的 也就对他失去了兴趣 而谁承想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上了电视 生活一下子发生了巨变 那是2013年 赵美容隔壁村的村长 参加了当地的比较火的歌唱比赛 赵美容是阴差阳错的被选中 当了拉拉队的队长 在加油助威的时候啊 赵美容拿起这喇叭就开喊 村长在我们村唱歌是最棒的 这么多年了干了很多的好事 给我们老百姓修路 还给我们的孩子们买书包 陪老人唠嗑 经过他这么一吆喝 不仅帮着村长成功晋级了 自己也彻底活了 各大卫视呢 开始邀请他参加节目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这个 伶牙俐齿的农村姑娘 并且亲切地称呼他为 快嘴村花 赶巧了 正好呢有一档节目啊 是相亲节目 看中了他 要帮他找男朋友 这账本容易听 乐坏了 这机会不来了吗 那我得好好把握 所以在节目当中 把对另一半的 一大串的要求 一口气全都说出来 没想到节目播出之后啊 单身男 各路都乌泱泱地 找上门来了 两年间 他们家就从来没断过 只不过呢 这过来的大多数都是奇葩 要么是扛着俩大西瓜的啊 指着赵美荣就说 你敢不敢跟我比赛 偷砸西瓜 要不然呢 就是上门要跟他比赛 搬手腕的 这可把这赵美荣给弄糊涂了 我说这成名 也没给自己带来什么甜头啊 反倒是惹来了不少麻烦 一直到2014年 赵美荣的人生 又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一年秋天 家里刚刚收完玉米 他正坐在门口喝羊肉汤呢 这汤还没进嘴 就来了个电话 哦 您好 请问您是赵美荣吗 我们是陆川导演《鬼吹灯》剧组的 想请你来拍电影 赵美荣觉得 什么呀 八成是骗子 直接把电话给挂了 就没想到 我说对方接二连三地 打来了好几个电话 这把赵美荣都给整激动了 一打听 果然是真的 这下子和把他给乐坏了 扛着两麻袋的玉米 坐着火车 就一路杀到了北京怀友影视基地 小姐们 出大声啊 不得了了 大家快跑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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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子们先走啊 电影上映的时候 他还被邀请参加了电影的首映里 头一回走红毯 整个人都蒙圈了 到了台上啊 本来快言快语的他 竟然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来 但是在赵美荣自己看来 他仍然是一个幸运的女孩 因为能像他这样过一把电影引的 在他们村 那可是一个都没有 不过在赵美荣的心里 还是有一个遗憾 三十好几了 还没结婚 在村里实在是有点抬不起头来 所以现在 对他来说最大的心愿 就是赶快找到一个如意郎君 也让自己 豁出人生的黄金时代来 老乡 老乡 黄金时代来 老乡 老乡 感谢观看